論盡音樂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芬曾奧菲 我的新歌FM20 就是一種節奏比較重的R&B 這個歌名其實就是 引申 好像大家扭台那樣 電台 扭對頻道才有東西聽 其實就是 Frequency Modulation 就是好像兩個人走在一起 怎樣會走得長呢 對我來說 或者對很多人來說就是 兩個人在愛的需求上可以 synchronize 這樣就可以很和諧地走下去了 我自己一個很喜歡動動的人 這首歌我錄的時候都 不止我 我錄的時候外面 Engineer都一直按著按著錄 所以這首歌是 很重了我的Frequency 其實很緊張 其實頭幾個小時 是好像廢了武功 當然本身不是真的唱得很好 但是連一個小小渣都沒有 但是我就很享受那個過程 我覺得錄音 現在對我來說 就好像 入到去打碎了自己 但是慢慢沉澱 然後投入到歌上 將自己慢慢拼湊 一個新的自己 每一次都會 他好像有些進步 有些進化 所以我覺得 錄音的過程雖然很辛苦 但是我很享受 我想 是 雖然他是一個很出色 和很有經驗的監製 但是他都會放手 給我很多信任 就是 我們一起挑剔 我們一起去聽不同 和音的選擇 他都給了很多信任 他覺得 無論一個人 怎樣聰明都好 其實大家的眼界都是有限的 他很肯去跟我分享 他聽到些什麼 我聽到些什麼 然後大家再去做一個 大家都覺得很好的版本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一種眼光的遼闊 我是很需要在這一行 或者我這一生人都很需要學習 最深刻的就是 好笑的 因為我們叫 下午的拍到凌晨 我的聲音就是 由正常慢慢去到 變成低音泡 剛好遇到病 剛好今天才有聲音 然後就是 大家以為廠一定在室內 原來可以在室外 我穿著那件 四件頭的衣服在室外 大家化妝師和髮型師 主要的任務 第一 第一項目的 已經不是幫我補妝 而是幫我抹汗 所以 辛苦這麼多位 雖然大家穿短袖 但大家都在撥著涼 我想說 我那一刻 看到 唉 沒有人幫我脫 沒有人幫我撥涼 我看到幾個組織 穿著短袖 但拿著一塊反光板 一直撥 我心想 我都很熱 還有就是 第一次對鏡頭拍攝有點緊張 但也很感謝監製和導演 給了我很多時間 慢慢熱身 後來就越拍越順利 適逢五月二十日 找到另一半的人 可以想想 自己究竟喜歡另一半些什麼 還有這首歌可以很滑 然後告訴她 其實我想你幫我捏骨 我想你多說些讚我的話 我想你送一份禮物給我 女生 如果未找到另一半的人 也可以想想 究竟你是擇偶條件 你希望有一個怎樣的人 可以做到你所謂的 展示 相信大家可以在這首歌裡找到答案 好